最近有一个综艺节目惹来了太多的争议 它就是由何炅王菲等大咖参加的欢乐之城 虽然说演员们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太多的赞美 但是这个节目本身的收视率似乎并不是很高 毕竟与同期的节目相比 毕竟与同时期的中餐厅二相比 欢乐之城不管是花絮还是正片的收视率都不是特别高 而且花絮甚至比正片收视率还高 除了收视率不是很高以外 欢乐之城还传出了关于圈钱的负面新闻 这个源头还是天后王菲引起的 那是曾经有记者问王菲为何会参加欢乐之城 毕竟这是他的综艺首秀 以前由于不参加任何综艺 王菲还曾一度被网友们夸赞清高 但当记者问完后 他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直言以前不知道综艺节目这么好转 这一回应不仅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吐槽 就连一些官方的微博也拿他做负面教材了 就是在这诸多槽点和负面新闻中 却有一个人默默地成为了赢家之一 他就是以前也备受质疑的伊能静 在妈妈是超人中 他老是被许多网友吐槽太矫情什么的 但此次在欢乐之城中却被许多人夸赞了 看了节目的人大都表示 伊能静其实是个很有才华的艺人 这样的评价已经很高了好吗 欢乐之城是个满考验演技和唱功的节目 网友们自然也很期待伊能静在其中的表现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伊能静在下一期竟然是导演 而且是当大张伟的导演 小编真想问问这顺序 是不是有些颠倒了 不过有大张伟这个活跃分子在 想必到时候一定会很好玩 这边伊能静凭借欢乐之城好不容易翻了身 然而没过多久 却又因为辟图太过而被网友嫌弃了 虽然这也不是伊能静第一次被曝光办的 P图太重了 但谁让这次P图痕迹太明显了 就连小编都一眼看出来了 就是这张照片 伊能静的脸看起来是又白又嫩吧